大家好,我是闹闹 如果你想运行Stable Diffusion 但是又没有配置专门的电脑 之前我给大家提供的解决方案是 可以将Stable Diffusion运行在Google Collab上 用Google Collab的免费GPU来跑图 但是这个方案有一点点小麻烦 就是Google Collab每24小时会清空数据 我们每天讨图时都要重新下载模型 这个就比较麻烦和耗费时间 今天我将给大家介绍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将我们的Stable Diffusion运行到Google Drive上 也就是说我们的程序、文件和模型都存储到Google Drive 运行时仍旧使用Google Collab的免费GPU 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每次要重复下载模型 接下来是今天的教程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Gethup链接 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 然后点击左侧Main下方的Drive 在这个分支我们会看到有三个Color Page的链接 首先我们打开第一个Install的链接 这个是安装Stable Diffusion的文件 打开之后点击复制到云端硬盘 就会将这个文件复制到我们自己的Google Drive里面去 复制完成后 在新标签页打开复制的文件链接 然后点击左侧的运行 它会弹出一个窗口 让我们连接自己的云盘账号 直接选择自己的账号 允许条款即可 接下来就是等待安装完成 安装这一步我们只需要操作一次 安装完之后可以在我们的云端硬盘里看到Stable Diffusion的文件了 它已经占据了我们大概13G的空间 然后我们回到Gethup链接 点击第二个Run文件 将这个文件复制到云端硬盘 复制完毕之后点击左侧运行 这一步就是开启Stable Diffusion程序的过程 同样也需要在弹出框里 链接到我们自己的云盘账号 等它运行出四个公网网址后 我们可以点击任何一个链接来打开我们的Stable Diffusion 可以看到界面上的插件功能还是挺多的 常用的基本都有了 但是我们需要下载自己需要的大模型和小模型 我们回到Gethup链接 点击第三个Add文件 并复制这个Add文件到我们自己的云端硬盘 在这个文件里 我们只需要更改要下载的模型链接和模型名称 再点击运行按钮就可以了 下载完成后 可以在云端硬盘里的对应文件目录下找到 这里显示我们已经下载完成 但是我在云端硬盘里找不到这个文件 这是因为我这个账号没有存储空间了 所以这个文件并没有下载成功 Google云端硬盘的免费存储空间是15G 如果我们只是下载一个大模型和一个Laura模型的话是够用的 但是如果我们要多存一点模型 就需要升级存储空间 其实Google Grab的购买方案还是比较经济实惠的 100G的空间一年才150港币 换成人民币才130左右 一个月才十几块钱 相对于我们去配一台电脑来跑图的话 这个方案算是相当经济了 如果你不想升级存储空间 也可以配置多个免费网盘来使用 补充说一下 我们运行Stable Diffusion后不一定需要通过Add文件去下载模型 我们可以直接上传文件到Google Drive的对应目录 或者直接在Stable Diffusion里面下载 都是可以的 这在之前的教程里讲过 我的建议是 我们可以配置好自己常用的大模型 小模型 插件 V等 然后每次只需要运行Run这个文件 就可以开始愉快跑图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关注我哦 关注我 roast